倒不是啊 他希望人家都通通这样子 你说色情业嘛 知道明明那个是不是很好的事业 大家都知道 每一个人都知道 那个是不是很好的事业 那为什么要去做呢 利益 当然也有词怪论了 那个怪论掉了 他讲说 我是 我这个色情业是好的啊 那为什么好呢 他也有他的一番道理 他说 我给大家快乐 给众生去快乐 但是你不知道啊 你开那种事业啊 有时候会使人家破人亡的 会使人沉沦的 会使人贪恋大争的 那个事业当然是不好的 那个是 但是以前我们当阿兵哥的时候啊 也是很奇怪的 我们那些老士官啊 或者是那个 这个排长 连长啊 那些啊 有时候脾气很不好 脾气很不好 我们就说哎呀 拜托买一张票给他去一下吧 哈哈哈哈哈哈 去一下回来 这个 好像这个会降温 那个温度会降下来啊 他脾气会好一点 大概他就是 为什么那脾气那么暴躁呢 我们就说让他去吧 买一张票鼓励他去一下子 回来以后他性情会好一点 然后走路都会吹口哨 这个是这样子啦 这个当然是有一种生理上的这一种因素 其实应该要转移的 应该要转移掉 把这一种这个可以转移掉 寄情于山水 寄情于大地 寄情于这个修养 寄情于运动 都可以转移的 可以转移掉的 我们就是邪博的人 不能开色情也 你佛弟子在这个在家居士 不要开色情 因为有时候 他令人非常的迷恋 然后使人逗落 有时候会产生很多的 是非烦恼的根源 就是在那里的 另外有一个事业也不可以做 屠宰业 大家知道了 杀生的嘛 那么我们佛教是讲不杀生的 那你偏偏去开那个杀生的 杀鸡杀鸭杀牛杀猪 你自己想一想 什么事业不好做 你偏偏要去做屠宰业 但是还是有人要去做屠宰业 为什么 立之所在 你杀生的话 是这样子的 很残忍 很残忍 当然他本来不应该死的时候 你把他结束 而且是很痛苦的 很痛苦的 杀生的业 我们不要去做 杀生的事业 尤其是在家居始 杀生的业 不要去做 我们不但要放生 还要不但不要去杀生 还要放生 所以有很多人 应该说 他这个立之所在 他说很好赚 或怎么样 但是我们不要赚这个钱 另外还有一个事业 大家知道了 这个casino 这个赌博的事业 你不要做 这个很容易让人家立意熏心 很容易让人家家破人亡 也很容易让人家身陷其中 不能自拔 跟色情业一样 色情业很多人一下去 不能自拔 像我们这一种 历经沧海的 像师尊一样 历经沧海的 我们一看到我们就 淡然直之 心也不会动 像色情业来讲 对师尊来讲 师尊是 心都不会动的 历经沧海 师尊是什么地方都走遍 什么地方都走遍 再大的诱惑 对我来讲 根本就不算一回事 可以看穿一切 有些老实人不行 他一辈子很老实 很过瘾 一进去 哇 一吃到这种甜味 就根本没有办法离开 没有办法离去 所以很多人 深陷这个色情业跟赌业 这个到色情场所 一沾上 就没有办法离开 也有人 到了这个赌场 一进去 这勇士不能翻身 所以你看 你害了不是一个人 会害很多人 你开个赌场 你说会害多少人 但是这些人明明知道 这些人明明知道 那是不道德的行业 但为什么你要开呢 立之所在 你开赌场很好赚 对不对 是立之所在 不得不开 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人 或者是出家人 在家祭祀 这三个事业 出家人不用讲 在家祭祀 这三个事业 都是不能碰 不可以去碰的 因为你会害了人 害了人 你就等于是 自己本身也照来 那么地藏菩萨讲 说这个 言福众生 己心动念 无非是罪 这是立之所在 所谓是罪 我再举一个小例子 我便不是指我们宗派的 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子讲 有一条虫 古时候有一条虫 有两个头 两个头 两头虫 两头的虫 现在我倒是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 但是它这个是一个比喻 古时候有一种虫 是两个头 那么两个头呢 它在这个树林里面游走 其中有一头 有一个头 是找到很好的叶子 哇 拼命吃 说好吃 好吃 这样拼命吃 其中另外一头 一个头 它吃不到好东西 那么心里就很恨 就回头 这个把另外那个 正在吃的那个头 咬一下 这个样子 就把它咬一下 这咬啊 这个就起争执 它说 你有得吃 我没有 我心里不舒服 我就咬你 那么就互相 两个头在那边咬 咬了半天 这只虫就死了 我是做一个比喻 我们征佛中的上师 千万不要当两头虫 千万不要当两头虫 有些人是这样子的 有些人他说 这个地盘好啊 这是我的 别人一来 他就咬它 别人一来 他就咬它 他说可以 大家分一点嘛 彼此之间分嘛 一同红华 不是为了利 不是为了利之所在 就利益心心 独占为己有 那么这个上师批评 那个上师 这个上师 打那个上师 打来打去 这条虫会死的 这条虫会死掉的 不能为了利亚 互相咬 不能为了利亚 互相咬来咬去 我们来说